走至6点左右 执法人员发现两辆一次超线超载货车 便立即要求驾驶员停车接受检查 可是这两辆货车不仅没有停车 反而越开越快 执法人员随即驾车准备上前将其逼停 而此时半路突然出现一辆小车 强行阻扰执法车执法 他用他的车辆进行 别堵我的执法车辆 不让我的执法车辆超过他 你看又在刹车 左右摇晃 总共两公里 两公里吧 两公里吧 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左右摇摆 那其中在这个行车的路的中间的时候 在祥迁镇政府的这个地方 一个插入口的时候 差点将我的执法车辆 从A到 别到的B到 差点转上中间的湖南 从执法人员的行车记录 以上可以看到 小车司机走S型路线 阻止执法车超车 并且一路强行抢盗行驶 执法车始终未能超车 当小车行驶至上甘镇 一个十字路口时 终于被先妻在这里设卡的另外一组执法人员逼挺 而这一路保驾护航的小车司机 一下车 情绪就激动起来 当时的驾驶员 是吧 直接推出我们那个执法人员 是吧 阻碍我们的那个进行执法 是吧 并且呢 这个威胁我执法人员 该驾驶员 这个靠近我们之后 又采取了更加激进的 下一步你看到更加激进的一种方式 试一下干嘛 该动枪 他干嘛呢 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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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 你干嘛 我站这里 他车子直接将我的执法人员要撞稳 你看 停下来了 这时候一停下来之后 他马上到路边 你们可以看到 拉起一块砖头 马上要追打我执法人员 你看 然后呢 在我执法人员几个人呢 强行拉住 劝解之下 没有发生 随后当地警方将这名小车司机制服 据了解 两辆涉嫌超限的货车 均属于这名暴雷抗法的男子 他因阻碍执法 被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而涉嫌超限的两辆货车 将处以共计近20万元的罚款 中国城市报道记者福州报道